图像记忆型的心智图 它就是把每一条麦的关键图 我们把它结合成一个有前因后果 还有有关联性的一个记忆的图像 它其实就是结合了图像跟整理记忆的 这两种效果的心智图 那记忆我们可以分成两种形式 一个叫做理解记忆 一个叫做图像记忆 理解记忆的意思就是 我们已经有那种经验 你有些东西你懂了 你不用特别背哦 你自然就可以记得非常久 那基本文字型的心智图 本身的一个图像化的效果 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而且初步的记忆下来 可是这样的记忆效果呢 通常没有办法帮助我们 记得很久记得很牢 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结合图像记忆的方法 我们才能够达到记得非常久 记得非常牢的一个效果 按照你